当年曾令人眼前一亮的Google Glass谷歌眼镜一度引发了智能穿戴的热潮,而在智能手表领域中,谷歌却一直没有实际的产品出现,不免让我们始终充满期待。 此前不断有消息称,谷歌即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发布Pixel Watch智能手表,但这一计划目前已经确认泡汤,谷歌Pixel Watch智能手表获成泡影。 据国外权威媒体Charmstadt报道称,谷歌已经向他们确认,今年并没有发布智能手表的计划。 这个消息来源是谷歌负责Virus系统的首席工程师Milaspor,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,我想我们还没有想好如何去做一个,可以真正面向大众的智能手表。 尴尬,智能手表注定是小众产品,回顾智能手表领域这些年的发展,谷歌工程师Milaspor似乎道出了智能手表领域尴尬的现状。 此前苹果曾经尝试将智能手表打造为时尚新宠的定位,而现实情况是,尽管智能手表的功能不断被强化,但是最核心的用途,依然是在健身领域,最畅销的Apple Watch智能手表的出现确实给我们的生活,带来了很多的便利,甚至已经越来越像一个独立的手机而存在。 尽管Apple Watch的销量确实还不错,但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苹果的品牌影响力,以及在发布初期形成的一股风气。 时至今日,当用户的需求趋于冷静的时候,或许只有那些真正需要的用户,才会购买一款智能手表吧。 Apple Watch是否是成功的产品?我们无法轻易下结论,但是摆在谷歌面前的尴尬情况是, 做一个跟Apple Watch类似的产品,那么意义何在? 毕竟对于谷歌这样的公司而言,与其让他们跟随其他品牌,倒不如让他们彻底放弃这个市场。 如果谷歌未能在智能手表领域获得决定性的突破,或许Pixel Watch智能手表真的就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 毕竟谷歌不是一款卖硬件的公司,而是要借助硬件来卖软件和数据,鸡肋,新鲜几篇就成吃灰产品。 或许在谷歌看来,目前阶段智能手表还很难形成彻底颠覆性的设计,从而适合普罗大众每一个人的需求。 如果将智能手表的功能无限拓展,那么最终打造的不就是一部戴在手腕上的手机吗?这样的逻辑似乎永远存在着矛盾,或许谷歌真的不看好当前的智能手表。智能手表真的是鸡肋产品吗? 而从笔者身边的实际案例上来看,当初很多同事都在第一时间购买了Apple Watch,但是至今仍然在佩戴的版道成了个例,笔者也曾多次纠结要不要购买,但是没没想到买来能做什么,只是看个时间,毕竟我也不爱健身,于是便在纠结中放弃了。 而在使用层面上来看,续航很短,需要经常充电,屏幕太小,体验不佳,功能有限,用户们对于智能手表,吐槽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停止过,毕竟要想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提供出色的性能和优异的体验,真的是有些超脱当前技术能力的范畴了,或许对于很多人而言,智能手表就好像鸡肋,十指无畏,气质可惜罢了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